台北剑城圆环是早年台北的美食中心 因为剑城圆环呢 它正好就位在火车站的后站 所以很多人到了台北 总是喜欢吃一碗肉羹汤 再加一坦鹅阿尖 但是呢 剑城圆环历经大火重建 荒废了十年 现在知名主持人与美人接手 希望能够重新恢复圆环当年的风采 在整秀期间 竟然发现了一尊关公神像 蒙城的关老爷擦干净了以后 非常亮丽威武 而在直角了之后 他说他希望留在圆环 就是要保佑圆环再现风华 第一道一瓶五骨鸡 圣龟 圣龟 民主持人与美人拔龟 是要跟关老爷求今年年菜菜单 决定了 一瓶 一瓶 一瓶鸡锅 OK 好 Yes 你之前想的答案是 不要 我想的是这个 OK 对 你太帅了 Yes 好 他现在是老圆环的新主人 他想把圆环沉积十年的灰尘好好清一清 整修期间他在角落发现了一尊神像 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呢 他被丢在这个地下室的电器室 置物间的那个盖子角上面 就这样这个角落 他说得很传神 他说宝贝之后 关老爷说什么都不肯走 老人家想留在圆环 我们所有可以摆的墙面都问了 都没有 只剩茶水间了 我不会 一下去就会不会 对 OK 好 后来才觉得 这个官公在决定事情 真的都不是我们一开始可以想象的 原来宝贝沟通之后 关老爷决定坐的位置 坐北朝南 是绝佳的帝王位 你站在中间看 垫这个高度之后 你刚好可以从这个孔 跟关公眉目传情一下 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对关公没大没小的 可是我跟你讲 很多女生来都爱上他 就是说好帅哦 没有看过这么帅的关公 新元环有了关老爷镇守 厨房也终于开了火 师傅打起精神 做的是创新版台菜 豆腐和配料裹起来下锅油炸 保留了台湾人爱的酥脆口感 但是摆盘特别用心 因为新元环要有新样貌和新菜色 因为你要吃龙丰 你转脚就去了 你干嘛来我这里吃 我们的对手很强 对面就宁夏夜市 所以以前我们都250个 你停那个宁夏夜市 那个蓬莱狗小走过来 他发现人们停在那里之后 就走不过了 就叼住了 所以你用小吃去拼 你是拼不过的 台湾人爱吃海鲜 炸小卷和贝类 样样都要有台湾人喜欢的吉祥意涵 象征就是 祝生娘娘 十月怀胎 幸福美满的意思 对对对 里面有多的 里面有多的软 这一道呢 这一道就是叫汤醋LP贝 为什么叫LP 就是 它就是缩小版的整副LP 是LP要强啊 不然只不是小版 对对对 环华的七昂兵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中间没有 就经常会来 因为以前在厚洲 走路来 他们都没有 他们就走到英文了 当年日本殖民台湾 把古罗马传到英国的交通设施 圆环带了进来 1908年建立的台北建成圆环 百年来汇集台湾最经典的平民美食 早在当年 顺发号的师傅就知道 美味的鹅儿要产地直销最新鲜 三元号的卤肉饭老板 说一好到客人一口气外带十几碗 因此发明了台湾最早的得赖素 还有万福号的润饼 龙凤号的肉羹汤 窄窄小小的座位 有上一代台湾人挥汗吃美食的记忆 不过美味的圆环有坎坷的声势 七年内历经了两次大火 圆环在民国八十年时 曾经发生过一次火警 97个摊位只剩下31个 这次再度遭到助容肆虐 摊位将更加减少 历经火灾拆除重建 2002年建筑新圆环的20家摊商 到了2004年严重亏损 只剩6家 2006年圆环熄灯 每位老字号四散民间 只留圆环建筑 美丽的玻璃帷幕外墙 但人气尽失 很多的长官们 不要再随便盖一个公共建筑物 你就是最辉煌 就是你剪彩那天 你剪完彩之后呢 这个公共建筑物 有没有在地化 盖房子真的很简单了 但是你要在这个公共建筑物 赋予它生命 跟它一个意义 后面的软体才是困难 圆环等了十年 终于有新团队接手 耗资一意重新打造圆环 它是那个妈祖出巡的时候的 什么 亚牛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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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好要找那个现代庙宫 来 我想说你有没有搞错 你是19多少 1995 1995年出生的 我想说我会不会看错 老的走了 年轻人来接棒 他有可能是全台湾最年轻的庙宫 他叫潘家琪 圆环为关公抖落一身灰尘 也请来现代版的驻生娘娘 宝生大地 文昌帝君等神明 潘家琪每天在这里为大家导览新圆环 第一个宝壁回廊的第一个神明 就是我们的宝生大地 因为健康很重要 虽然圆环有新样子了 但练旧的朋友不少 喜欢新的样子吗 这个样子 我觉得 他不熟悉环境吗 比较没有人气 那你告诉我你的记忆 我在用我现在新的东西的方式跟你讲 我们做一个融合 对 就希望你带出 你走出这个门带的东西是新的 圆环开始在夜空里闪闪发光了 有关老爷坐镇的圆环 会不会是他重生的开始呢 如果你常来 现在的圆环就是你未来的记忆不是吗 嗯 嗯